一大早上百位志工们已经动起来 折好毛毯这些都是要送往土耳其 昨天才做的一个决定 所以昨天决定之后 我们这里马上就动员 用空运的方式吧 这样才有那个时效 好几大袋毛毯还得分别装箱 此机要捐出8148条 重达25公吨的毛毯 也集结各界送来 现在土耳其灾民急需的保暖衣物 幸存的人无家可归 得面对入业后零下的温度 需要大量的保暖衣物 围巾帽子等物资援助 也需要帐篷睡店战时避难 和其他的日常必需品 来到基隆之家小吃摊 林前乡内已经有好几张千元钞 百元钞写上土耳其加油 他平常都在做这个公益 怎么这么了解 我天天来吃啊 有的人来这里捐都捐给他 他都捐给那个慈善机 那个那个有没有 客人话还没说完 后面已经有人来投爱心了 一千元 面对土耳其的困境 台湾人爱心大爆发 这家小吃摊老板做爱心十多年了 捐款金额累积一百五十多万 每回的收据就挂在店里 这次听闻土耳其需要帮忙 高雄也有艺人办公室已经被爱心物资塞爆 短短一天时间 这些都是来自台湾人的暖心 可以感受到高雄人的热情 跟高雄人的这个爱心 那我们也是在展现一个所谓 台湾Can Help 这个棉袄 然后毛线帽 这些在冬天可以帮助大家来保暖的衣物 大家忙着帮忙整理 确定是否都是全新或没有使用过的 准备要把这些爱送到远在八千零二十六公里的土耳其 三例新闻综合报道